放寒假的北宜女中 少了一点青春无敌的朝气 却好像比平常容易亲近 顶着平头戴着大耳环的林雨仙 七年前曾经是小绿绿当中 最亮眼的一颗心 朔理自由班 科展代表队 滑板社社长 校内公民论坛总招 就像校园漫画的主角 一个高中生能有的荣誉 他几乎没有少拿 我是一个风云人物 你就知道这个小朋友 对很多社会议题很好奇 然后又很喜欢玩 又很能念书 然后又可以做研究 很棒的小孩 但疾病的降临 让他原本应该发光的17岁 都照上一层阴影 还需要定期服药吗 要啊 还是 就是每天都有 那你要记得吃吗 有 每天早上起来就觉得 在床上好像完全动弹不得 好像被黏在床上一样 然后会觉得非常的沮丧 然后对于之前好像很有兴趣的东西 都失去动力 嗯 全北宜大概 你学年级大概900多人吗 我大概排名就是900多 就是倒数20 全年级倒数20名左右 其实在读书 甚至他最喜欢写的数学 他都没有办法进入这样的状况 我也问他的同班的同学 他就说学姐是很安静的 对 那我觉得那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反差 嗯 林雨仙开始去看精神科 这一看就是六年 经过医生诊断 他得了忧郁症 一则以洗一则以忧 忧的是就是 原来我真的生病了 那生病就真的不会觉得是一个好消息 但一则以洗的原因是因为 觉得好像这一学起来 这半年来的痛苦 然后跟被指责 跟不谅解都得到一个解答 好像就是发现说 原来 原来终于知道说 不是我不努力 不是我不资金取 而是因为我生病了 吃药看病成为雨仙的日常 却没有帮助他走出黑暗 医生说忧郁症的疗程 要一两个月才有效果 所以我是满怀期待的 在等待那一两个月 就觉得哇自己就可以 又考回全班的 可能先记名或什么的 但是一个月过去了 两个月过去了 半年过去了 一年过去了 我的生活就是还是没有起色 就是我还是一样看不懂 那些题目 我还是一样没有办法在课堂上专心 我还是一样没有办法去上专心 后来雨仙看诊的时候 说她会有幻听幻觉 医生才发现 她不是忧郁症 而是情感型思觉失调 幻听的话 是比较常听到敲门声 敲门声 对 它就是 就是那种这样子的敲门声 你在 你在 你亲 就比如说你自己在家的时候 你不可能身边随时都有人 然后你可能有一些话想讲 或什么的 我就会跟我的猫讲 呃 今天加班好累 对 对啊 但是我那时候考英文听力的时候 就是 我的幻听很吵 就真的很尴尬 就是英文那边说 Section 1 然后就 完全听不到题目 对啊 有点像是 突然之间你的数学考卷是用西班牙文写的 然后你就看着那个题目 想说他到底在讲什么 完全看不懂 然后你当然也不知道怎么作答 就只能乱写一通 对 就ABCABC乱猜这样子 雨昕一边重新接受治疗 一边学习和疾病 好好相处 哇 好难过 诶 现在女朋友 诶 我要来看一下 我要来看一下 文青之词有没有 如果有我一定会生气 他跟我跟我男朋友喝酒的时候 然后好像就是 是终身之类的 又是终身 但是 对 然后他又说 是不是有什么声音 然后我就 我也有听到 我说我也有听到 不是幻觉 然后就 放心 对 放生回来了 和好朋友相处的温暖时光 是他能够面对疾病 走到今天的重要依靠 朋友他们组织成一个 我常常都说他像一个安全网 他让我知道说 当我状况掉下去的时候 有人可以接住我 那段时间是 去买衣服或逛街之类的时候 然后我就会听到 店员或其他客人在气血私语 这样 他可能就会说 这个女的怎么那么丑 还敢出来买衣服之类的 但那时候我就觉得 很害怕 就是 为什么人家要这样讲我 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 经过适当的治疗 幻听症状半年后逐渐减轻 现在的雨仙不只能穿梭在 人潮拥挤的新门钉 还可以站回美光灯下 然后再幻觉是 我真的觉得我看到了 比如说今天这边突然出现一只老虎 然后我可能会吓到尖叫掏开 因为我真的看到一只老虎跑过来 幻觉是什么 什么样的会有幻觉 我可能幻觉就不知道吗 如果有幻听幻觉 该怎么办 好难哦 好准备好准备 大家好 我是有幻听幻觉的破病少女 谢谢 熟练的面对镜头 除了拍YouTube 她也成立Facebook粉专 还发行了晚安报报电子报 第一个让社会大众更了解这个疾病 第二个也是让病友知道说 并不是只有他们独自在面对这件事情 而有一个人可以告诉他们说 该怎么样去面对生活上的这些困难 我不希望今天有一个17岁的女生 她上网要查这些东西 查关于自己的疾病的时候 她查到的还是 大家告诉她 有思绪失调相关疾病的人 就是杀人魔 我不希望其他人告诉她说 她这个病永远没救了 她一辈子找不到工作 她一辈子没办法再有任何的可能性 我希望用我自己故事的发声 可以带给她一些希望 跟对未来的想象 情感型思觉失调跟那个病有点像 但是她可能会再加一些 像是忧郁或者是躁愈方面的状况 那我自己就是得这个疾病 或许不再是穿着小绿绿的天才少女 林雨仙走过思觉失调 漫长黑暗的隧道 她的故事让其他病友知道 隧道尽头 依然有光 中文字幕志愿者 这个词